第48題,48題到50題是題組 小明將兩個電壓均為1.5V電池串連後 利用導線連接電阻值為50歐姆的電阻器 其開關如圖1所示 另外附有已連接兩條導線 且電阻值為100歐姆的電阻器 如圖2所示 回答48到50題 第48題是問 若開關及導線匣的電阻忽略不計 按下開關接通電流後持續5秒 在這段期間通過50歐姆電阻器的電量為多少庫輪 我們曉得要算出多少庫輪就需要知道電流大小 我們計算公式基本上就是R等於I分之V或者是V等於IR 那我們現在電池是兩個電池串連 串連的時候 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每個電池電壓都是1.5伏特 有兩個所以1.5加1.5 所以我們就有3伏特的電壓 那我們電阻時是50歐姆 所以50歐姆電流不曉得 那我們電壓3伏特 所以電流就是50分之3 也就是0.06安培 1安培就是1秒鐘會通過1庫輪 那麼0.06安培就是 1秒鐘聽過0.06庫輪 現在我們通了5秒鐘所以0.06呢乘以5就等於0.3庫輪 所以呢 我們通過電阻器的電量呢是0.3庫輪 第48題問我們說 在這期間通過50歐姆電阻器的電量為多少庫輪 我們答案選擇是B 0.3庫輪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